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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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工们感恩大家 让我们珍惜姻缘 共募佛光 携手将中华文化 佛法精髓发扬光大 普则后世 利益千秋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 卢君洪台长 请台长接受佛友寄宪的鲜花 多 性梵菩萨 坞洋光儿 大精梵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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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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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江充满慈悲情 佛法南文经义文 中华文化显佛音 人间净土报佛恩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各位法师 各位嘉宾 及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义工们 和我们在第二的分会场的三万多 正在现场看视频的佛友们 大家好 人间的烦恼 家庭的矛盾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生生陷入了忧郁自闭当中 全世界忧郁症的病人 在想不通自责当中 已经有三亿四千万人 每年忧郁症自杀的人 在全世界有一百万人 现在人的生存的空间 越来越小压力大 德国航空公司副驾驶员 罗比茨 严重的忧郁症 带着几百个乘客 架着飞机撞向了山峰 就香港而言 香港今年三月 在九天当中 发生十一岁到十二十一岁的 学生自杀事件 就有六起 自去年九月到现在 已经有二十四个小孩自杀了 用佛学的包容 宽容 慈悲 可以化解人生的烦恼 认识人生的烦恼 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苦空无常的世界 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人生只是个旅程 台长告诉大家 人生是一次无法重复的选择 所以要想通 想明白 那才能放下 才能得到心中的解脱呀 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都会有劫难和烦恼 这样才会使我们恋恋不安 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人的一生 比作是一个修心的禅 我们就是要在无止境的烦恼和困苦当中 去越过他们 去放过他们 去抛弃他们 因为这些烦恼永远不会断掉 这样你就永远会站在烦恼和自身的痛苦之上 所以逆境是我们成长必经的道路 勇于接受逆境的人 这些人生命会茁壮 勇于去除烦恼的人 他的慧命就会成长 台长看到一则新闻 说的是有一位病人 带了很多的钱在医院里看病 最后当确诊为他是晚期癌症的时候 他拿了很多的钱丢在医院的走廊上 狂哭狂叫着 连命都没有了 我还要钱干什么 在澳洲 一位父亲因为想不通 带着两名七岁和五岁的孩子 开着吉普车冲向了大海 三个人一起死亡 在澳大利亚中海岸的两家 发生了争执 愤怒之下 一个男人 在15分钟之内 很冲动地去开了一辆残土机 把另一家花园洋房整个毁掉 在照片上看就像地震过一样 台长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在烦恼当中 选择了自己的末日 有多少人想不开成为了欲望的奴隶 记住 悲惨世界是由自己的心态造成的 我们的身体再大 但我们的生命 仅仅需要的是一颗心脏 多余的脂肪 会压迫我们的身经 多余的财富会拖累我们的心灵 多余的追求和幻想 只会增加一个人生命的负担 希望大家学会放下沉重的人生包袱和欲望 过度的需求 那将伤害于你 舍弃执着 还自己一片纯净的天空 这才是学博人的善心态 我们一生赢到了什么 我们一生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们又能输了什么 两手空空离开人间 每个人都一样 凯撒大帝曾经征佛了欧洲 非洲和亚洲 他临死的时候 他告诉他下面的侍从 请把我的两只手放在棺材外面 他的侍从问他为什么 他告诉他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一看 我征服这么多地区的凯撒大帝 最后也是两手空空啊 我们学博人面对现实 必须要看破放下 我们才能超越现实 台长告诉大家 人生只有三天 那就是昨天 今天和明天 迷惑的人 活在昨天 永远到不了今天 他回忆在痛苦的忧伤之中 不能自拔 欲望的人 活在明天 只有我们学博有智慧的人 才活在今天了 昨天 已经过去 只能回忆 有如一张过期的支票 明天还没有到来 是一张不可兑换的支票 只有活在今天 所以佛法告诫我们 人要活在当下 今天我们还拥有 人生最珍贵的生命 中华传统文化讲 知足者 生贫而心负 贪心者 生负而心贫 思维的富有 才是一个人生 最大的 完美的思维 有一个富人 和一个穷人 在谈论 什么是幸福 穷人说 我现在就很幸福 这个富人 看着这个穷人的 毛舍 破旧的穿着 亲密的说 你这怎么能叫幸福呢 你看看我的幸福 我可是百奸豪宅 千名奴仆啊 有一天 一场大火 将这个富人的百奸豪宅 烧得片瓦不留 千名奴仆 各奔东西 一夜间 这个富人 融为了乞丐 剩下酷暑 这个汉流加倍的 富人变成乞丐了 他路过认识 这个穷人的毛舍 想讨一口水喝 穷人端来一大碗 清凉的水问他 你现在认为什么是幸福啊 这个乞丐 眼巴巴的看着这个穷人说 幸福就是此时 我手中的这碗水呀 其实幸福本来就是现在 台长教你们一个思维的方法 只要把每天的平安 串起来 串成一个幸福 你才能有一生一世的幸福和平安啊 那些总是抱怨自己不幸的人 总是用沉重的欲望来迷惑自己 觉得自己不够还总是要 台长告诉你们 人不能总是看到你还不曾拥有的东西 学会知足 学会珍惜 要看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 你就好好地去珍惜它 去爱护它 这个就能够让你拥有这些东西的一切 学会欣赏自己每一天的平安 每一点的拥有 你就不难发现 自己竟然活得这么的幸运 看到别人的烦恼 你应该感到知足 阿拉伯的王子 33岁 他拥有人间一切的物质 但是他失去了 人间最宝贵的生命 而我们虽然没有百万家产 我们没有人间的一切 但是我们拥有的是人间最宝贵的生命啊 在明朝 有一个京西人 他的名字叫胡九少 家贫 家境非常的贫困 他一面教书 一面耕作 仅可以每天的温饱 每天上香 求菩萨保佑 赐给他一天的清福 他的太太妻子笑他 三餐的菜粥 哪来的清福啊 胡九少说 庆幸 自己胜在 生在太平绅士 没有战争 兵货 不要被别人抢 每天 有饭吃 有衣服穿 不爱动 受恶 家中 无人生病 狱中 没有囚犯 身上 没有残疾 这个难道 不是 清福 最幸福的人 就是 知足之人啊 有一个 小和尚 他每天 在庙里 潜心的 研究佛法 念经 参禅打坐 十年之后 他感到 自己的慧根 已经升起 已有佛心 有一天 方丈 突然 召集 全市上下 宣布 要挑选 有慧根的 小和尚 接任 方丈一职 从此 从此 小和尚 更加的 用心 但是 过了 一段 时间 他却感到 自己 不禁 反在 倒退 原来 仅有的 一点 佛心 反而 变得 是有 是无了 他很 纳闷 他就去问 方丈 方丈 没有直接 回答 他的问题 却告诉他 我们下午到 集市上 去买 甜瓜 要他 一起去 这个时候 他们到了一个 卖甜瓜的 摊贩前面 挑中了一个 甜瓜 这个 摊主啊 拿起 水手 颠了一颠 说 一斤 六两 小和尚 觉得 非常的奇怪 他怎么就 这么准呢 马上 用边上的 秤 秤了一下 结果 一斤六两 丝毫不差 这时候 摊主说 哎 我买 卖瓜 卖了 四十多年了 绝对 不会错的 小和尚 非常的诧异 这时候 老和尚 突然说 我们只要 买一个 甜瓜 你帮我们 找一下 你 棒在手上 颠一下 如果你说 中了 它的 笨量 No 我把这一顶 银子 给你 说着 拿出了 一顶 银子 大家一看 足足 有一两 种 购买 这一摊子的 甜瓜 大家都 满怀 希望的 看着 这个摊主 结果 摊主 把甜瓜 拿起来 左手 颠颠 右手 颠颠 不合适 真的 吃不准了 然后 咬了咬牙 说 嗯 这个瓜 一斤 三两 随后 方丈 就把秤 拿起来 一秤 结果 只有一斤半 整整 差了 二两 所有的人 都大祸 不结 很是纳闷 他们心想 这个摊主 今天怎么会 这么不准呢 老方丈 就说了 如果一个人 总是太 注重 自己眼前的利益 而忽视了 整个过程的话 他的双眼 一定会被 蒙骗住 也就是说 这个摊主 为了拿 这一锭 银子 他就不能 说准 这个分量 因为心中 有偏差 所以说 我们不管 做什么事情 要保持一颗 平常的心 小和尚 终于明白 回去 潜心修行 终于成了 后来有名的 大瑜 禅师 人间太执着 我想要的东西 你不一定能够得到它 只管根源 不问收获 是学佛人的 基本理念 我们每天行善 你365天 就是一个大善人 你每天动一个坏念头 365天 你就是一个大恶人 我们学佛人 我们学佛人 每天学一点佛 我们一年下来 就是一个 很好的 学佛人 心胸要宽大 什么都要放得下 有一个人 对朋友说 天哪 你看看 你的冰淇淋里边 有一只苍蝇盯着 掉进了一个苍蝇 这个朋友 非常的乐观 他笑嘻嘻地说 算这个苍蝇倒霉 他在里边会被冻僵的 冰淇淋 他也吃不上 学会放下 我们渴望力量 菩萨给我们困难 让我们强壮 我们在人间渴望智慧 菩萨却给我们 很多人间的问题 让我们来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 佛法说的菩提 为什么 因为有烦恼 你就会运用菩萨的智慧 去解决它 这就叫烦恼 基菩提 我们人渴望勇气 菩萨却给我们 很多的危险 让我们来克服 我们渴望财富 菩萨却给我们体力和头脑 让我们好好的劳动 菩萨永远不会直接给你所需要的东西 菩萨 菩萨不会让我们坐享其成 给我们的是一堆的原材料 要我们用自己的心去组装 去修啊 去创造不出汗水 和自己的智慧 有一个故事说的 是有三个人千辛万苦的想找到菩萨 求菩萨给予帮助 菩萨问他们 你们需要什么帮助 第一个人说 菩萨 我非常渴望要一座大灾院 第二个人说 菩萨 我要一个大农场 第三个人说 他要一块大金条 于是菩萨就给了第一个人 一堆砖头 给了第二个人 一把种子 给了第三个人 一堆沙子 三个人 你看我 我看你 心中不明白 菩萨 怎么给我们砖头 种子和沙子呢 而菩萨说 我已经给了你们很大的帮助 给了你们大宅院 大农场 还有大金条 三个人 东瞧瞧西看看 看到的只是那些 不值钱的砖头 种子和沙子 哪来什么大宅院 农场 农场和金条 菩萨说 我给别人帮助 从来不给你们现成的东西 三个人离开之后 仔细回味菩萨的话 终于悟出了其中深刻的道理 菩萨 菩萨 给你一堆砖头 就是要用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去建造一座大宅院 菩萨 菩萨给你一把种子 菩萨给你一把种子 就是要用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去播种一个大农场 菩萨 菩萨给你一堆沙子 就是要用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从沙里逃出一条大金条 菩萨 菩萨不会给你所需要的东西 甚至有时给你的是你所需要的东西的版面 就像我们很多人生病了 医生并不能马上帮你止痛 而是给你开刀让你更痛 但是开了刀之后 你的病才会慢慢的好 就犹如莲花 给的我们是污泥 却成就了莲花 出污泥而不染啊 菩萨让我们念经 许愿放生做功德 是给我们成博的方法 而不是直接能够帮你成为菩萨 不修心 不念经 不会让你坐享成佛 一切都需要你一颗慈悲的心 善良坚强的心 去面对人间的烦恼 好 记住了 只要精进修行 你就是一个拥有佛缘之人 台长246在广播里就是和我们的听众 当场回答问题 那么前不久 台长246要回答 每个大概有一个小时吧 看出有个听众有忧郁症 经常不开心 烦得不得了 他觉得活得没意思 想死 曾经想死过 他这个听众说 是的 台长还看出这个听众身上有个男的 并描绘出 他的外貌个子不是太高 一米七五左右 眉毛很浓 眼睛下面有眼袋 鼻子很高 脖子不长 衣着朴素 他说确认是自己过世的养部 台长还说 他的喉咙总是疤炎 肺有三分之一 已经不工作 有哮喘 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吸了太多的二手烟 而且有一个眼睛不好 我看到他的眼皮搭了下来 还经常跳 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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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讲给你听样子好吗 嗯 好吧 个子不是太高 眉毛慢容的 一米七五左右 对对对对 眼睛下面有一个眼袋 两个鼻子还是挺高的 嗯嗯 对不对啊 对 脖子不长 穿一件朴素的衣服 像中山庄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你不就他啦 养肤呀 在你身上啊 对 好了 你的咽喉总是发炎 喉咙啊 总是发炎 我肥不好啊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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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肥有三分之一的地方 不大能工作了已经 所以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医生是不是这么说 讲的啦 就肥这么高呀 嗯 而且呢 经常吸喘不过来 哮喘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年轻的时候吸二手烟啊 人家抽烟 你在边上吸到了才多了 对对对对 我们办公室他们都抽烟 嗯 这就是你是受害者了 嗯 你不要说你的肥不好啊 我告诉你的肝也不好啊 对 还看到你有一个眼睛 这个眼皮有一点点小问题 哦 对我这个眼睛不好的 啊 一个眼睛不好的眼皮大下来 而且经常跳 嗯 眼皮经常跳 对对对对对 主眼经常跳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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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嗯 在佛陀的智慧当中 你会了解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 人生无常这些道理和变化发展的观点 我们会体会到佛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 因为在佛陀伟大的智慧当中包含着宇宙空间的真谛 公元前五百年佛陀就讲了 我观这个世界 犹如手中的阿摩洛果 这是印度的一种多元形的果汁 世人对宇宙的幻象认识是直到最近的2000年之后的1522年 麦泽伦完成了他第一次的环球航行 认为大地是球形的预言才得到证实 佛陀指出 这个宇宙有三千大千世界 科学家对这个整个宇宙的认识 也就是18世纪末的研究成果 佛陀还说 我观一泊水八万四千丛啊 而人们真正了解到微生物 那是在1669年的时候 荷兰生物学家利文虎克在1723年用放大近三百倍的显微镜 在一个不刷牙的老人的口腔污垢当中发现 在一个人口腔的牙垢当中 有微生物比整个王国的居民还要多呀 所以他们要是早点认识佛陀 何至于这么的旌旗呢 更何况佛陀当年详细说明了 胎儿在母亲当中成熟发育成长的过程 与我们现在用壁钞做出来的一模一样 当人类靠着自己的努力探寻着此案世界的真理的时候 佛陀早已预知一切 佛陀的智慧还告诉了我们彼岸世界的秘密 我们人就是太执着于自己眼睛所看到 自己所认知听到的事物 而对于那些听不到和看不见的事情 他就不认为这是真实的世界存在 台长告诉大家 科学家研究发现 在这个世界 明物质当中 有暗物质占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就有如我们的空气看不见 但是我们依赖它而活着 就有如我们看不见细菌 但是它天天在繁殖一样 学博就是要了解宇宙的真谛 佛法是人类内心科学 是引导我们人类进步的良方 佛法使人变为善良 社会变得更和谐 世界将会变得更和平 面对博大今生的佛法 任何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都会去接受它 不要以为烧香磕头就是佛法 那是众生的迷惑 所以不是迷信 佛法不是迷信 而是教育 不要以为我们需要的 仅仅是拜佛那些虚幻精神的寄托 恰恰相反佛陀的智慧 犹如一盏明灯 照亮了我们的心 指引着我们去探索 宇宙的真理的真相 一生从何而来 一生为何而去 所以人间只是一个人生的旅行点 何必常把它挂在心中 南非总统曼德拉 他曾被关押27年受尽的虐待 他就任总统的时候 他邀请了三个曾经虐待过他的 看守到场来管理 并恭敬地向他们致敬 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惊呆了 他说 曼德拉说 当我走出求是 走出监狱 迈向自由出监狱的大门的时候 我很清楚 如果自己不能把悲痛和怨恨留在我的身后 那我还是活在监狱当中啊 原谅别人就是提升自己啊 人生 人生只不过来去走一遭 缘就是来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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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禅文化说 中国禅文化说 这么一遭你还有什么烦恼和小事值得放不下 慈悲心 念念念慈心 我们赞叹别人就是赞叹自己 我们常常赞叹别人的功德 我们常常赞叹别人的功德 你就累积了功德呀 我们要注意发心 我们经常要控制好自己 控制不住的情绪 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 这就不叫善良 也并不是积不积德之人 台长需要你们 时刻守护自己的善心 当你们今天还有一点慈悲 还有一点善良的时候 你们就要想到 我要保护好 这是我的本性 这是我善良的良心 让自己布施出佛的戒律和佛的智慧 台长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笑话 台长说的笑话都有意思的 说的有一位比较肥胖的女子 她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她去请一个道士 到家里来驱鬼 她说道 大师啊 最近家里实在奇怪 先是上楼梯 那木头楼梯 竟然就活生生的 哗擦粉碎了 后来我坐到椅子上 椅子竟然哗擦又折断了 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晚上我睡在了床上 床竟然也夸他一下子塌了 请大师救救我 我好害怕 这位道士听吧 这位道士听吧 刷 拔出了桃木剑 上下左右 这么一笔花 舞动的剑饼 冲着这个女士一直 呆 你该减肥了 这个笑话就是告诉你们 现代人有毛病 总是从别人身上去找 人一生最大的缺点 就是看不清自己 以自我为中心 过于执着迷失于自我的偏见 大家想一想 夫妻吵架 就是因为丈夫认为她有道理 妻子以为她有道理 所以才会争吵 我们人就是要放下自己的偏见 任何环境我们都不能偏执 我们要懂得在这个世界当中 没有满足你的事情 只有理智的去认清自我 化解心理的障碍 去除执着 你的烦恼才会消除 这就是佛智和佛心啊 有一个青年老是愿自己食运不济 生活不幸 终日愁眉不展 有一天 走过一个虚发俱白的老人 问道 年轻人 你为什么不开心啊 这个年轻人说 老人家 你不明白 我想不通 为什么我总是这么的穷啊 穷 哦 年轻人 我觉得你很富有嘛 老人家由衷地说 这个年轻人说 从何说起呢 这个老人家说 年轻人 假如今天 我砍断你一根手指头 给你一千元 你干不干 不干 假如我斩断你一只手 给你一万元 你干不干 不干 假如你马上变成八十岁 我给你一百万 你干不干 我不干 假如我让你马上去死 给你一千万 你干不干 不干 哈哈哈哈 这个长者笑的就说 年轻人啊 你身上的钱 已经超过了一千万了 说明你的人生超过了一千万的价值啊 你怎么不富有呢 其实感叹自己不幸贫穷的人 并不是找不到幸福 而是因为他们心灵的空间 充满着人间的欲望和物欲 无法因自己的拥有而感到幸福 人的痛苦在于 台长告诉你们 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欲望 欲望得不到满足 你就会痛苦和失望啊 在美国 一个医生说 一个病人换一个肾脏是十二万 换一个眼睛是八万 换一个心脏是五十三万 换一个肝是三十八万 你今天不生病 你就是一个百万不翁啊 快乐知足不在于事情 而是我们在于对境界的感受 希望大家知足常乐吧 台长在节目当中 曾经接到一个电话 因为每天 这个246台长都在广播里回答 在节目中一位女听众打进电话 自己在两年前 体检的出的胆固醇和血脂超高 妇科有一个15毫米子宫肌瘤 通过念经修心 两年后全部正常了 子宫肌瘤竟然神奇的消失了 请大家听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啊 我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我那个两年以前体检出来 那个胆固醇和血脂全部都超高 而且复合检查出来 还有一个15乘以13毫米大的那个子宫肌瘤 然后两年以后就是上个月做的体检 全部都正常了 那个子宫肌瘤就神奇的消失了 你看了吧 我太开心了 师傅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 要真心学 你才会这样 明白吗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感恩观声音菩萨 感恩师傅 谢谢 我们想不受人间痛苦的折磨 要理解 要想开 想明白 要开悟 要从别人身上的缺点和优点 知道应该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一辈子追逐的道理那是是非 认为自己是对的 因为在你心中有了是 你看别人才会非 所以认为自己有道理 你才会觉得别人没有道理 学博人要懂得是和非都是错 所以不论是非 心中无是 心中才会无非呀 心中无是非 这个人就是懂因缘知果报之人 在人间 有时候一个念头 可以让你陷入痛苦 很多家庭想一想 离婚算了不要烦了 最后却一直沉浸在 离婚的痛苦当中 不能自拔 一个恶念 就会让你活在地狱当中 人间的烦恼 就是不停的折磨你自己 这是在想不通当中折磨自己 台长说 烦恼就是一条蛇在你心中 你越烦恼 它这条蛇就咬你的心 所以你越想不通 就会越缠越生 越会伤害你自己 把贪嗔吃这个三毒 这条蛇远远的离开你的心 就像电脑一样 我们不要把那些病毒恨别人 别人伤害过自己 都是属于一些错误的病毒 放在你的内心 这样你的电脑和你的心脏一样 一定会死机的 所以一定要想清楚 想明白 这个人间一切都是空无的 想一想 我们年轻时候的快乐和痛苦 现在都变成了无有 想一想 我们人间一切都会随着时光而流逝 珍惜今天活在当下 你就是一个开悟之人 能够想通想明白的人 就是一个现代菩萨 在楚国 过去的楚国的边境 他叫护碧梁的 这个城的名字叫护碧梁 他和无国的接壤的地方 有一天 一个无国的姑娘 踩商业的时候 不小心踩了 碧梁的姑娘的一个脚 就是这么个小事 你们听着 发生了历史上 什么重大的事情 碧梁姑娘的家人 随后来评礼 无国人 非但没有好言赔礼 反而出言不逊 说小孩子游戏受了点伤 你还想来讹诈我们 是不是 碧梁人很生气 爭折之下 打死了无国人 无国人 纠集了几十号人 杀了碧梁的那一家人 碧梁的守城官大怒 发兵 发兵杀光了 吴国边境的老幼 吴王叫义渭 他正怒 发兵把碧梁移为平地 吴楚两国因此发生大战 后来吴国攻入了楚国 将楚国灭亡 这个真实可叹的历史悲剧 说明了一个问题 不经过大脑的冲动言行 可能导致难以想象的后果 这就是如今 我们常说的蝴蝶效应 中华传统告诉我们 只可言而后言 就是选择可以说的话 你再去说 只可行而后行 选择你可以做的事情 就去做 就像孔老父子讲的 非理无言 非理无听 非理无动 非理无行一样 一言一行 都要生思熟虑 台长告诉你们 心理学家发现 人脑中 人的脑子当中 最古老的边缘系统 是主管人的脑袋的情绪 而最后才会进入 大脑的皮层意识 主管人对某一件事情的认知 任何事情发生之后 任何事情发生之后 边缘系统会第一时间 反应情绪 所以就会让人感到恐惧 愤怒喜悦 其实过了六秒钟之后 才会进入大脑生成的 提成意识 大脑才会做出正确的认知 也就是说 冲动是原始人的行为 而思维 生思熟虑 才是文明人应该做的 所以在现代的社会当中 原始的冲动使我们犯罪 使我们造成家庭的伤害 我们要用文明的理智和冲动相隔开 实际上只要你碰到事情 冷静的六秒钟遇到事情 脾气不能克制 想动手的时候 一定要克制自己 深呼吸六秒钟 也就是念一遍 消灾吉祥神奏 就会消灾解难 每一句话 我们都要仔细思考再说 每一个行为 都要仔细权衡之后再做 我们就会减少很多的失误和后悔 也更加值得别人的信赖 很多人一生的失败就是在于太急躁 所以学博人要变得越来越稳重 学博人越来越干净 把别人都看成菩萨 别人一定也会把你看成菩萨 现代人的毛病是不懂装懂 自己做错事情还要让别人上当 属于严重的思维扭曲 台长讲一个笑话非常好玩 就是属于这一个类型的 有两个人从来没有进城吃过日本人的餐馆 他们有一天约好一起到日本餐馆去吃饭 坐在那里点完了菜 桌子上只有一碗 他们不知道的叫芥末 芥末 他们坐在那里没事 第一个人也不知道 拿起条羹咬了一勺 往嘴巴里一吃 眼泪哗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之后呢 他又想骗那个人 他就不讲 然后呢 对方一看 你怎么哭了 说 你别管我 我想起了 当年我父亲还不起债 结果上吊死的那个情景 结果那个人说 哎 别想了 算了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讲完了 拿起条羹 也咬了一勺 一吃 哗一下子 芥末充脑啊 眼泪哗又下来了 这个对方还拿他取笑 看着他就说 诶 你怎么也哭了 那个人气得不得了 他说 我哭是我在想 为什么你爸爸上吊的时候 你没有跟他一起吊死啊 鼓掌 好 学佛人 也是无知的表现 因为生气你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不要生气 生气代表着你这无奈 我们学会开悟放下 气出病来 气出病来 无人替 学会 人心要内在的安详 你才拥有了真正的幸福生活呀 有一个小沙密 对人生境界不理解 他说 师父 你说 人生境界越高 内心就越平静 精神就越崇高 敌百 灵魂就越高 道 精神就越高 人生就会获得美满的幸福 老方丈说 徒儿啊 你知道人生有三层楼吗 师父 人生有哪三层楼啊 师父告诉你 第一层楼是人间的物质生活 第二层是精神生活 第三层那才是灵魂的生活 具有第一个境界的人 他居住在物质的生活当中 具有第二境界的人 他生活在精神当中 具有第三境界的人 他生活在灵魂的境界当中 人生的三层楼 与人生的三个境界 是相互对应的 你要知道你居住在几层楼吗 小和尚说 师父 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自己深处何种环境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我的心要住在哪一层楼 老方丈说 孩子啊 这就是你迷茫的不开悟的根源啊 只有明智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你现在在哪里 求索人生 你才能完善自己 你才能成就人生 对人间一切的欲望 不要用眼睛看得太真了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就是把这个世界看得太真实了 想一想 佛法中的贪称痴的称字 那就是一个目字 一个真字 就是因为我们的人 把眼睛看这个世界 一切以为是真实的 你才会产生恨意啊 婆菩萨 为什么眼睛都是七分闭三分开啊 因为菩萨到人间 他看人间 一切都是假的空的 而真正的我们的生活 是在天上 所以需要大家懂得 用眼睛不能看得太真 因为百年之后 一切都不属于你的 人间的书和银 用佛法界看起来 不就是一个字眼吗 真正能够在人间银和书的 也就是一个观念 实际上 人生 你把自己定位成 人 别人 就把你当人看 你做的都是人的事情 别人说你是个人 你天天做的好人的事情 别人把你说成是一个好人 你今天天天地暴打别人 贪欲 烦造 见东西就要抢 见东西就要要 你向动物的本性答出来 别人就会骂你是个猝士 在人间争抢 别人就把你当动物看 你整天在背后 因别人 煽风点火 残害别人的良心 你点鬼火 别人就会把你当成鬼看 学博人 心地无私 天地宽 慈悲 包容别人 学博 学菩萨 就是要去度化众生 别人 会把你当成菩萨 人的自我境界 一定要脱离人间的欲望 因为欲望会使你走下坡路 所以下坡路是最容易走的 而我们今天是走上坡路 虽然我们学博人也有痛苦 但是学博人的痛苦 那是暂时的 而不学博人的痛苦 那是一辈子的 人的觉部要脱离凡尘 要救度众生 你才能一世修成 佛法 是人类内心的科学 是人类的精髓 佛法 是推动世界和平的良方 加和万事心 佛法 正是用人间的大爱 放下自身 去救度众生 人间需要太多的菩萨 善人与好人都需要 需要像菩萨一样的 为众生无私奉献的人 学博人 要做有益与国家利益的人 内修纯洁 外修清净 一辈子要利益众生 要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土化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大家告诉我 这两天天天在一起 你们开心不开心啊 你们发喜不发喜啊 告诉你们 这就是人间天堂 谢谢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金红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感恩华金红台长 谢谢大家 感恩华金红台长